才刚应出兵乌克兰一说 惨遭盟国打脸 法国总统马克宏 时隔一个月又再警告欧盟 想要和平就得备战 马克宏似乎不甩 先前派兵原物论 引发的恐慌 继续敦促欧盟 立抗俄罗斯 他在14号的访谈中 义正言辞的强调 绝对不能让普丁政权 取得最终的胜利 否则欧盟的信誉 和对自身领土的控制 都会降低为零 不过在剑指俄罗斯 怒哄普丁得寸进尺的同时 马克宏这次用词也更为谨慎 不但没有提到北约当前立场 与接下来的规划 还当场挑明 法国不会主动出击 法国爱丽社工稍早宣布 马克宏预计在3月中旬 亲自到访乌克兰 会务泽伦斯基总统 此前马克宏已主导欧洲盟国 建立深度打击联盟 承诺向乌军供应 新一批中原程飞弹 预料下一次基辅会谈 将再度重申欧盟长期的安全承诺 华语新闻谢仲岳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语新闻